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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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会议将起义部队命名为亲县人民抗日解放军 旨在带领人民实现抗日反贪污反三争 即征兵征粮征税 同时会议明确了起义的时间地点 及队伍集结的方式 各项准备事项也落实到人并且限时完成 会后 亲县党组织骨盖积极发动群众 抽集到了枪支和经费 只待人员集结到位即可发动起义 攻打驻小董镇国民党三如堂的国民党自卫队 1945年2月17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五 120名起义者已整装待发 只等指挥员一声令下 指导敌人巢穴 战争一触即发 起义部队在三星堂整颠完毕 即刻进攻三如堂 但由于一强我弱 队伍渐渐落于下风 于是卢文朱首刚决定 主动撤出战斗 转移到周边地区 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但起义的枪声 已经惊动了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党当局就仅于当地民团 疯狂围攻侵陷人民抗议解放军 当时你打得 侵陷抗议人民解放军的起义 虽然影响很大 但是保护了国民党的 来了五百多影响来围剿我们 所以打到最后到上面了 我们必打散了 21号起义部队在与敌人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斗争后 决定转移到亲庸交界地区 继续展开革命斗争 队伍在转移过程中 捣毁了国民党在纳了的粮仓 并在华林与十倍余我 起义队伍的反动武装 进行了殊死斗争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 被迫撤退 队伍一路退回小斗 鉴于形势严峻 为保存革命力量 转分散隐蔽活动 在转移和分散隐蔽的过程中 其一队伍共有13名同志 被国民党逮捕 他们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 最后遭到国民党残忍杀害 他们用鲜血寄陷了革命道路 其中有4名就役于此 另外9名则就役于牛须坡上 后人分别在两地修建了 两座纪念碑以免怀先烈 我们的同志似习如归 所以他们的精神 值得我们后一代学习 而且大家有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和革命 支持当年 爱国真不死 小董卿的精神永不断 青山埋中五 翠白免兵魂 十三英烈 以血注入 透视万代 永济心头